1、2、3、4 五麥 玲玲 大豆漿 妳決定好了幾天的晚餐了嗎? 我們五麥美食頻道 每天5天更新 記得幫我們訂閱一下喔 今天我們要來去調查海底撈 海底撈 可是拍過蠻多次了齁 對 其實拍過很多次了 還要拍什麼多次 這次化海底撈出新品了 喔 很難得耶 海底撈出新品 而且聽說這個新品有十幾多種 所以今天的企劃是 現在才看看海底撈的新品 好 我們進到位置了 然後也穿圍圈 圍圈 圍圈 妳的部分可以請林小姐來介紹一下嗎? 是的 周深小姐 各位觀眾 首先我們要來看的是 最上面這個 它第一個它其實這個是 鵝腸 其實它以前是鴨腸 那個脆脆的非常好吃 所以它現在是鴨腸下架 變成了鵝腸 它雖然有一些東西下架 可是也有一些新品這樣 然後還有例如什麼 香辣梅花豬 它也是之前的那個 牛花很像的那種 它也有什麼香蒜排骨啦 之類的 而且排骨是真的是骨蟲 欸 凍衣 我也很快知道 要怎麼吃它的那個肉呢 它的肉片的話 說過的兩種是 櫻桃鴨跟牛鱗鯨 不過店員好像蠻推薦櫻桃鴨的 它講的說它以前裡面有發光 我第一隻生的鴨肉 我第一隻 親眼看 是喔 日本很少有鴨的火鍋 然後它有多一個 魚滑 對 感覺也蠻酷的 然後有像是 永明的那個脆骨丸 然後變成了香菜脆骨丸 海鮮類的話也是多了三種 然後其中有一個比較可以值得觀看的是 它的鮮番魚 所以你看 這是最多的 五百九 大概有六吃片的感覺吧 片一百 可見就是有這種高級食材的 那還有嗎 牛鱗夾 真的 欸 好像吃吃看喔 對 豆脂品啦 然後蔬菜也有一些新品 總共加起來呢 19個新品耶 那我們來請大家要吃什麼新品吧 好 好 都吃到喔 那我們要不要先煮這個豬肉滑 滑豬 我忘了名字了 豬 梅花豬 啊 是我的啊 因為這個的話是要煮五分鐘 那這個也是要丟五分鐘對不對 這個排骨的 嗯 先把這個丟下去 我們這支點的湯底是什麼樣 一個是牛油 這個是比較偏辣一點 那個是泰式東藝油 這個是有一點點新品 可是其實去年就已經推出了嗎 年輕一點的 欸 其實我自己吃過泰式的耶 哇 這真的是常客耶 可是台灣的火鍋都很便宜又很好吃嘛 我以為台灣人應該不會 特別來這種高級的火鍋店 他一起撈的話 他大餐一起吃的話 比較便宜 比較滑 要不要先煮煮它呢 好 那 先吃這個櫻桃鴨 那我們要先吃泰式的嗎 好 開動了 我來吃吃看這個新的麻辣嗎 牛油 我來吃吃看這個新的麻辣嗎 我來吃吃看這個新的麻辣嗎 很香耶 很香耶 這個原本是辣辣的 可是這次我們是咬不辣的 他們有幫我們把一些末啊 然後辣全部還有油一些 都幫我們調掉 可是吃起來的話 它算還是有點辣 可是它辣的的話 還是可以接受 完全OK 超好吃的 而且它的那個香料是非常非常香 好香 那接下來 吃 吃 吃 這個是鴨的 腸子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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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腸子 哇 還滿燙的 蛤 蛤 蛤 骨感超級脆脆脆 它以前是鴨腸 但是鴨腸我對就非常非常奇怪 可是這一次它吃了鴨腸 然後它味道非常非常香 它的鵝的油 很像在吃那個 我們早上吃的那個鵝肉的那個感覺 啊 啊 我個人是因為日本人比較沒有習慣吃鵝肉嘛 所以一開始覺得很脆 可是它後面那個鵝的香味 有一點點下滷 它算是味道有點重那麼多 對 那這個是牛油的 有嗎 有嗎 對 對我來講 因為今天鵝的味道有點嚇到 然後再加上一個牛的味道 對我來講 好多動物的味道的感覺 那妳就把現在吃了一個動物的感覺 對 那莉莉呢 我個人的話 這兩鍋比起來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 牛油這一鍋 因為泰式的話 雖然泰式是幫它做TWR 所以它的鵝味還滿重的 可是它的鵝味我自己覺得算是不耐吃 這個很見仁見智 所以我個人是更喜歡壓長一點的 那再來我來試吃看看這個是 牛臉頰還有小蛙汁 它這個樣子看起來有點像 母牛腱的感覺 那我先吃泰式的 牛先生的臉怎麼樣 全壇可破 喔 那非常非常的嫩 我們只煮一分鐘 可是它就像是煮很久很久那樣的 非常入口即化的感覺 再我吃看這個牛油的 好辣 這兩鍋的話我覺得 這樣麻辣的話比較適合配這個牛肉 因為它就是入口即化之外 它會把那個麻辣的那個香料 那些香料全部就是 然後融合在那個肉裡面去吃下去的時候 是會在你嘴巴裡散發開的那種香味還有甜味 然後再來我前面還有這個是小花汁 它海鮮的話也有搭配這個醬 嗯 嗯 我覺得蠻厲害的是 因為花汁的話好像通常 需要煮一小小陣子 然後它才會有煮厚的感覺 它這邊的話都是煮一分鐘左右 就是非常非常厚 非常的軟嫩之外 它有那個脆脆的口感 那我再來吃吃看麻辣的 嗯 可是這個花汁也很好吃 然後這兩鍋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覺得花汁海鮮類的話 比較適合泰式這個牛油鍋 因為它會有那個酸酸甜甜辣辣的味道 牛肉的話我推薦牛油 我們來吃吃這個酸橡排骨 這個是泰式的 蒜味很酸很酸 因為蒜味真的很重 所以它原本的那個泰式的味道 被帶過去很多很多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泰式的 攀底的味道 所以覺得有一點可惜 那牛油的排骨 嗯 嗯 覺得這個比較搭 這個的話一開始是牛油 然後後來才是蒜的味道 所以兩個融入的很好 好那接下來 香辣梅花酥 那泰式的 它很薄 所以滿滿的這個湯汁 所以就是有 一開始是蒜辣蒜辣 後來是辣辣 可是這個辣真的很辣 從後面最過人的那種 人家現在是滿滿痛痛的 不吃辣的人 可能這個辣 會有一點點痛痛的 那牛油跟酸辣 還是一樣 火雞是很辣的 好痛喔 這個也是比較喜歡 跟泰式的組合 因為酸辣的話 比較解膩一點酸酸的 可是 那我兩個都覺得有一點太辣 可是肉本身是真的很好吃 這個辣味 不知道令妮的不能接受 要來吃吃看嗎 肉本身的辣 再加上這個牛油 就會辣上加辣 就對了 像大豆講講話 它就是一個辣的感覺 我剛剛有點心動 奶白菜 是有一點重口味的東西 花 熊餅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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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飲料 飲料 可是有什麼飲料可以點啊 有什麼飲料可以點啊 加拿 新餅 黑檀珍珠冰沙 喔 變臉又開始了 這個 Honky Poutine 這種比較甜甜的口感 不過你現在講話那個甜味 什麼東西嘗過來 對不對 超甜的 我本來問他就是 我可能不會很喜歡 其實在網路上看到有很多人說 這個蠻甜就是只有甜味 我覺得因為我是比較喜歡甜的 所以能接受 可是不太喜歡的話 一定不會喜歡 謝謝 我來喝嗎 很甜很甜 沒有 超甜啊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奶白菜 嗯 好吃 我覺得我吃第一個的時候 我以為它是一般的蔥菜 它吃下去會有很特別的口感 很特別的口味的菜也 綠色的菜裡面也沒有吃過的味道 台灣是很常見的菜包 我可能比較 井底之蛙 我沒有看過 井底之蛙 我沒有看過 井底之蛙 井底之蛙 好吃好吃 嗯 那我們繼續吃吧 結束囉 今天還比老的新品 你覺得呢 每個東西都跟它的湯其實很大 然後也沒有到太美的東西 嗯 真的 要在講嗎 嗯 一個日本人的 愛吃火鍋的角度來看的話 會覺得真的很特別 日本的新品的話 有不同的口味啊什麼 可是這邊的話是 直接不同的肉 不同的部位什麼的 不愧是火鍋到國的台灣 那在這海底讓新品 我們點的評價是 五賣2.5 五賣2 五賣2 超得獎你們自己最喜歡吃的 喔 那一起說嗎 鴨肉 鴨肉 對 櫻瓜 櫻瓜 櫻桃鴨 嗨嗨嗨嗨 到最後面就還要繼續吃 對 然後其實今天我們還有很多很多 沒有吃到的新品的 對 所以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去看 然後再留言告訴我們的感想咯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五賣1集我們五賣美水頻道 每天五天干星期的幫我們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是說 是說 好像那個怎麼整片播完跟 我們的衣服也跟不太一樣 我們又要來自首了 開場的影片呢 這次是沒有音感 為什麼沒有音感 我們 我們忘記開麥克風的對不對 對 所以這次又是在重錄 不好意思